8月14号是中华民国的空军节 洛杉矶地区三民主义大同盟 他们特别举办了一个 和平荣耀胜利铁血铸就的荣耀 国军勋章战 来纪念日本投降71周年 而这也是美加地区 第一次来举办国军勋章战 来纪念三军将士 在抗战时期的英勇奋战 另外我们的呼吁 还有另外尤其新的政府 尤其台湾的同胞 能够了解抗战 给台湾带给现在中华民国行线 然后行线以后才有地方知识的选举 然后可以走民主自由 现在的历史不在大陆上在乱写 台湾的民进党也在改写 所以我们不应该 我们不真实的历史 存在大家的面前 不管是国民党也好 不管是共产党也好 国军共军 应该现在为止不要再去争了 不要再去打了 共同起来 和我们中华民族的尊严 和中华民族的延续 这一次的国军勋章展展示了 包括晴天白日勋章 抗战胜利勋章等等 大大小小二十多种不同的勋章 另外展览和展出了 中华民国国事馆所珍藏的 日本详书的父母制本 还有更多的珍贵史料 同时徐永泰教授 他以回顾抗战探讨源头为题目 和参加的民众来探讨抗战历史 中华民族的尊严